有自由党国会议员认为卡加利牛仔节 对男同性侵案件的处理令民众失去信心 呼吁联邦政府停止对牛仔节的资助 庞希伦的报道 代表亚省卡加利Skyville地区的 自由党国会议员George Trahal 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公开信 谴责卡加利牛仔节必须认识到 他们已经失去不少民众的信任 呼吁联邦政府停止对牛仔节的撥款 要当受害者感到牛仔节真正负责任时 才应该恢复撥款 牛仔节以发声明道歉表示将承担责任 并表示以采取措施 加强少年儿童参与者的安全和健康 尽一切可能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指控牛仔节邻向一名表演学校工作人员 对男同进行性侵犯的集体诉讼 这个星期得成部分和解 被告的Philip Hirama 因在牛仔节的加拿大青年表演艺术学院工作时 引有6名男同发生性关系被判10年监禁 集体诉讼的数十名员工 都是该表演学校的男性学生、员工、承包商或者志愿者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面表演技巧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表演技巧 颜色的颜色 不是一样的颜色